勇士队的克莱汤普森合同在明年夏天就将到期,届时他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,而克莱汤普森目前并没有选择勇士队提前续约,这说明的明年夏天,他很有可能是选自由市场。 汤沙没有提前续约,让勇士队面临着下个萨季,很有可能白白失去他的风险。 近期有报道称,胡人队进行寻找勇士队关于交易汤普森,胡人队希望用库字码加上首轮选秀全换取汤普森,这个请求毫无疑问,被勇士队直接拒绝。 勇士队这个夏天成功招募了超强中锋讨千丝,球队下个萨季肯定是奔着总冠军去的,而此时此刻, 保留阵容的完整性是最为重要的。 至于明年能否留下汤普森,目前不是球队首要考虑的任务,胡人队此举并不是想要在现如今就将叫汤普森交易得到, 而是想通过这一种方式,像勇士队施养,胡人队让汤普森知道自己非常想要得到他, 勇士队下个萨季想要留下汤普森就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 据悉,胡人队已经将目光瞄准明年夏天的自由市场。 当自由市场一开启,胡人队计划下设本去追求汤普森, 因为汤普森和詹姆斯实在是太适配了。 汤普森拥有现联盟最顶尖的投射能力,他也是历史级别的三分射手。 同时汤普森完全不占用球权,倘若能在詹姆斯这样的球场只会关身边, 汤神必将通过他的灵活跑动,得到大量的空背投篮机会, 詹姆斯也将及时将球送到汤普森手中。 往往,与詹姆斯搭当过的射手们都有出色的发挥。 无论是热祸时期的巴蒂尔、密勒、雷拉伦还是其时期的科沃尔、琼斯等人, 都在詹姆斯身边受一肥血。 当射手处在空内时,以詹姆斯广阔的视野, 他必然能将球传到射手手中,至于能不能投进, 那便是射手自己的本事了。 汤神的射手无庸置疑,拥有历史级别投射能力的他, 与詹姆斯真的是太适配了。